看一下在走了六格之后 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屏幕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 在下面的算式中的合适位置 OK看到合适位置了吧 那很明显 宏远你发现了什么呢 合适的位置 就是不合适的位置可以不填吧 对吧 我想在哪填就在哪填 对吧 那么再看一下这道题要求 他要求只填两个加号和两个减号 那也就说 他现在对算符的使用是有规定的 只能用两个加号和两个减号 你成号和除号不能用 而且加号和减号也不能多用和少用吧 对吧 好了 那么看一下要凑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去凑一把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一起凑一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要凑成一把 好了 根据刚才咱们在立一和立二讲的两种方法 一种叫逆推法 还有一种叫凑数法 对吧 对 那么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凑数法 就是像这种合适的位置的时候吧 嗯 那么现在我们想先去找一个和一百很接近的数 谁呢 比如说你看一下前三个 一百二十三 是不是和一百很接近 对 同样的 除了前三个之外 你还能想到什么和一百很接近的数吗 八十九 比如说你可以用最后两个 八十九吧 八十九和一百也很接近吧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用凑数法的时候 你选的是一百二三 那么是一种思路 如果你选的是八十九 这是另外一种思路吧 对 好了 那么老师呢 带着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凑一凑一百二三 那么如果你想去凑八十九呢 这个就交给你自己 客家去完成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百二十三的情况 现在呢 我们把一百二十三写在一起 对吧 对 那也就是要求后面的四五六七八九去凑几呢 二十三 凑二十三 那很明显咯 一百二十三 它不是一百 对吧 对 那么它是谁呢 它比一百一百要多二十三吧 所以也就是我们要用剩下来的四五六七八九去凑二十三吧 是不是啊 然后再用一百二十三去把这个二十三给它减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对 对吧 那么现在有朋友就犯难了呀 老师啊 这个地方 如果我还是想用凑书百的话 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和二十三特别接近的书百 对吧 嗯 这么说道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再看一下题目 题目中告诉我 只能用两个加号和两个减号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一共只有四个算幅百 对 是四个算幅 两个加号两个减号四个算幅百 现在看一下 既然我把一百二十三写在一起 那就意味着三和四之间肯定要用掉一个算幅 对 对吧 你用加号也好 用减号也好 肯定有一个算幅吧 如果你想 如果这三和四之间也不用算幅的话 那就不是一百二十三了 而是一千二百三十四了 是不是 对吧 所以呢 三和四之间肯定要用掉一个算幅 那么一共是四个算幅 用掉一个 还剩三个 三个 这三个填在哪呢 就应该填在四五六七八九之间吧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四五六七八九之间 一共有几个位置呢 一个 五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非常好 五个位置吧 那你想 五个位置 我们写一写 五个位置 但是只有几个算幅呢 三个 只有三个算幅吧 是不是 那很明显 这个属于位置多 算幅少吧 嗯 那就意味着 必然会有一些位置 没有填算幅吧 对吧 那一旦没有填算幅 那它会构成一个两位数 或者构成一个 三位数吧 对吧 那你想 一共是五个位置 但是只有三个算幅 那就意味着 肯定有两个位置 没有办法填算幅吧 对吧 那这个呢 你先随便假设一下 比如说老师 假设四和五之间 六和七之间吧 嗯 这个你随便假设了 咱们试一试吧 对吧 总得尝试一下 好 我们来尝试一下 四和五之间 那就变成了四十五 对吧 对 然后六和七之间 就变成了 六十七 六十七 然后呢 八九 对吧 对吧 八和九之间 是要填的吧 嗯 因为我们讲了 只有两个位置 不能填算幅 对吧 对吧 那么四和五之间 这是一个位置 六和之间 这是一个位置吧 对 那么还剩三个位置 就必须要填算幅了吧 嗯 那相当于是在 四十五 六十七 八 九之间 去填上三个算幅 来凑 二十三吧 对 这个时候 需要比较敏锐的 观察能力了 大家观察一下 四十五和六十七 差多少 六十七 六十七减四十五 是多少 等于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和二十三 好像很接近 对啊 还差几啊 一 还差一 怎么凑一啊 二十二加一 九和八 是不是能凑出一个一啊 对啊 那你就会发现 六十七和四十五 可以凑出来一个 二十二 九和八 可以凑出来一个 一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 用这个二十二加一 那是不是 差好就是 二十三了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这道题的整个作题呢 就要比上面 之前讲的两道题 要复杂多了 对吧 首先 你要去观察一下 和一百很接近的数 是什么 对吧 是一百二十三 然后你想到 用剩下的数去凑二十三 怎么凑 还用到这个算符的一个使用吧 五个位置只能填三个算符 说明有两个位置不能填算符吧 对 所以我假设四和五之间 六和七之间不填算符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一旦想到这么一个凑的方法 那就用六十七和四十五去凑二十二 对吧 八和九去凑一 一吧 对吧 好了 那么还没有完 这个只是你的想法 你还必须把它进行一个实现吧 对 好吧 我们来一起实现一下 一二三 四十五 六十七 八 九 等于一百 对吧 几个位置 一二三四 四个位置吧 对啊 好 这么填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到底哪个位置填加号 哪个位置填减号 这是这道题的第二个挑战 你想我要从一百二十三里面把二十三给减掉吧 对啊 是不是 嗯 怎么减呢 我们讲 加四十五 减六十七 我们要把二十三减掉 我们肯定是加上一个比较小的数 然后减去一个比较大的数吧 对啊 你讲 加四十五 再减六十七 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今天妈妈给你四十五块钱 对吧 然后呢 你用掉了六十七块钱 你发现够用吗 不够 不够用吧 对吧 那不够用怎么办呢 六十七比四十五 还在多二十二块钱吧 对吧 说明你相当于 还要从你本来的这个小金库里面 再拿出去二十二块钱吧 对吧 相当于这个一百二十三 就是你原来的小金库 对吧 这个四十五是什么呢 是妈妈给你的钱 然后呢 这个是写的奶奶了 妈妈 然后呢 这六十七是你用掉的钱吧 对吧 你发现不够用 不够用怎么办 就从你小金库里面减吧 现在减掉多少 减掉二十二 对吧 我们讲 你共要减二十三 所以怎么办呢 再加八 减九吧 对吧 给你八块钱 你用掉九块钱 相当于是减掉一块钱吧 对吧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两个加号 两个减号 一个加号 两个加号 一个减号 两个减号吧 对吧 这道题呢 很明显 大家在听的时候 就会发现难度明显在增加了吧 虽然难度增加 但是用的方法 依然是咱们的凑数法 对吧 好 那看一下诚哥解析过程 首先找到一个和一百很接近的数 一百二三 然后呢 用剩下的数去凑二十三 对吧 然后呢 联盟带凑 需要点人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四十五和六十七 差二十二 八和九 差一吧 恰好凑成二十三 这只是我们完成的挑战第一个吧 对吧 很多同学即使发现了这两个的差是二十三 在最后填算幅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到底哪个位置填加号 哪个位置填减号 减号 这个很重要吧 对吧 如果你整体上是要减 那你应该是加上比较小的 减去比较大的吧 对吧 如果你整体上是要求加 那应该是加上比较大的 减去比较小的吧 对吧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是加四十五减六十七 这个相当于是减了二十二 对吧 对 加八减九 再减一 最后答案是一百 这道题呢 大家听完可不能结束哦 这道题 老师希望大家自己去把这道题完整的做一遍 这样来加上你的印象 对吧 老师是闯关成功了 对吧 制了个六 这个呢 格子老师走过去了 那是老师走过去了 那么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顺利闯关成功呢 这个先教给大家 你们自己去做一遍 一会儿咱们继续棋盘的寻宝